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年过四十,却依旧是宅男的梦中女神 她绯闻缠身,被媒体称之为灌三 即便这样,她依旧受到男人们的争相求爱 2014年,高原院下架男神赵又婷 五年以后,两人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 虽然婚后的她少了很多影视拍摄 但转型直成商界,却大获成功 2007年,一则高原院偷吃有父之父的下雨的重磅消息 让高原院叠下神坛,成为网友口诛笔伐的灌三 在此,她多年营造的清纯形象,顷刻倒塌 背上插足骂名 之后的她也谈过多顿恋爱,但都无忌而终 直到2012年的电影《搜索》 让高原院与男神赵又婷英系生亲,步入婚姻的殿堂 自那以后,高原院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在家安心当起了全职太太 而丈夫赵又婷凭借不懈的精神 在2017年凭借三生三世,实力桃花里 整容般演技,爆红出圈 商业价值大幅度上涨 看似美好的婚姻生活 却抵挡不住高原院向往财富、自由的心 于是她在给外界影迷保留足够神秘感的同时 积极参与商业资本的扩展 但如今的商业版图规划和其艰难 各种资本错综交织 高原院的商业之路并不容易 其实在2010年前后 高原院就已经陆续与朋友在南京、北京等地 合伙开了数家名为蜜桃餐厅的时尚餐厅 2014年,高原院创立的女鞋原样 成为第一个与达夫妮联手的都市女鞋品牌 自此,高原院的标签已经从曾经的女艺人身份 转换为女老板 有了最初的红利转换 她开始在商界打刀阔斧 2015年,高原院瞄准鲜花电商花点时间 这个项目成功让她打开互联网领域的大门 16年,她携手普华资本、360、淘宝等大佬 一同参加B轮融资 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让产品在短时间内收获众多消费者 之后高原院利用明星效应 赶招无数粉丝加入 粉丝在经过一段时间体验后成功被迷住 产品瞬间收获2000万的注册用户 此外,天眼查显示 高原院控股的企业 比担任股东的企业共有30家 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多达25家 其中更是包含10家文化类公司 你如果以为高原院的商业之路如此简单 就大错特错 当国内一线大咖 人权、黄晓明、何炯、黄雷等人 还在为进入资本市场发愁时 高原院早已经将目光锁定 当时还处于困境的VC机构 光说2010年 高原院与众多资本大佬 打造的鲜花电商花点时间 就是她仅花20分钟所决定的产物 进入投资天使轮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当时的鲜花生活方式品牌 还处于创投圈风口 众多的VC涌入 非常的具有前瞻性 身为当事人的高原院 后来再回忆当时的投资 她谦虚的表示 自己不是专业投资人 投资原因完全是被 花点时间创始人描绘的品牌概念打动 最初该品牌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大火 但2016年 高原院选择继续相信 加大投资力度 直到17年 花点时间 迎来鲜花电商平台的又一轮抢投 曾经与她一同加盟投资的朋友 在看到店铺不妙时 进一期卖掉股份 高原院却坚决不卖 事实证明 高原院的坚持是有结果的 在经历B轮投资以后 花点时间的品牌估值高达20亿 持股5%的她 仅凭这个投资就猛赚一亿 在创投界 留下如此佳话的高原院 经验无数娱乐圈一线明星 由此引发一场大规模的 明星跳槽创投界赚外快 就说娱乐圈投资神话 胡海权 再更是娱乐圈拥有 中国创投黑骑士称呼 早在2013年 胡海权与友人成立的海权基金 光是管理资金就已经高达30亿 而胡海权参与的天使轮投资9号公司 于2020年10月登陆科创版 上市以后的股价大涨超过200% 最新市值近500亿 像胡海权高原院这样 在创投界又如此发展的明星并不多 他们的惊人商业头脑引人赞叹 这不 近日北京青山基业 天使投资合伙企业发生工商变更 最新变更的投资人 高原院赫然在列 此次她入股天使投资机构 青山资本旗下的基金 就意味着高原院成为 投资机构背后的金主爸爸 除了这一次的投资 高原院也加盟了 珠海金子山股权投资基金 成为大股东 另外她深爱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转身并加入 和最终受益人 持股比例为99.9% 并且高原院通过资本的渠道 成功参与唐人公司的增资 让自己成为唐人影视 简洁股东 为以后的影视资源铺路 有满身丑闻的青春女星 逆风发展为 娱乐圈中百战百胜的商业大佬 高原院的每一部都异常艰辛 其乐观向上 不争不想的性格 是她获得成功的最大因素 但即便是这样 佛系不争不想的高原院 在一天从龙记爆红以后 也曾一年拍四部影视作品 之后很长时间内 她都低调 转工演技 获得许多国际知名大奖 2013年 高原院参演的 《咱们结婚吧》 成为当年爆火聚集 收视率高达3% 网播量达到40亿 比曾经不武精心 新缓出格格还高出一大截 高原院也因此摆脱不良绯闻 称为国民媳妇 形象大规模的改进 让其商业价值再度攀登高位 她自己也在不经意间 积累不一般的资产 如今明星在现行力的管控下 纷纷转场直播带货 身为捕捉财富小能手的高原院 筹准商机与李佳琪 积极合作带货 魅力依旧 身为普通人的阿纯 只想说一句 明星有他们的神才之道 我们也有我们的崛起之路 奥利给